可是这句话是说你还没有回答 在英文里面会使用一个叫做现在完成式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用现在完成式 have还是加PP的方式来表达 我们看这句话 你还没有回答 You haven't answered 回答什么呢 这个问题 the question 好 先把这三个抓出来 再补下一些字 诚实地 honestly 什么问题呢 我问的问题 后面翻译前面来个字句 which I asked 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合在一起 You haven't honestly answered the question which I asked You haven't honestly answered the question which I asked 再来看高级程度的句子 我实在无法解决 前几天老板交给我的案子 各位好像中文就越来越长了 可是只要你想得出的中文 我们都可以把它变成英文 这样子大家都可以说得出来 一样的 一二三 我无法解决这个案子 就是我们的前三 I can't solve the case I can't solve the case 把别的字补上去 真的就是really 然后这个case是什么样的case呢 是我的老板在前几天给我的 which my boss gave me 前几天the other day 合在一起 我们再来表达一下 I really can't solve the case which my boss gave me the other day I really can't solve the case which my boss gave me the other day I really can't solve the case which my boss gave me the other day I really can't solve the case which my boss gave me the other day 各位经过刚才的练习 我们首先记得的一个要求 就是先练出你的声音 不断地去重复 去念诵 这是最基本的工作 让你的舌头变软 你的反应变快 而且你的胆子会越来越大 因为熟就会不害怕了 第二个你一定要了解 要讲成英文 一定要一二三 想好你的主词 动词跟接受动作的字 再把其他的字补进去 当然在刚开始 我们也介绍过 要符合英文的逻辑 主词一定是做这个动词的人 这个动词一定是这个主词来做的 如果中文不是这样排的话 我们还要稍微调整一下 就像刚才的 夏天可以吃冰淇淋 我立刻要改成 我夏天可以吃冰淇淋 这样子变一下 你的英文就顺畅了 再来第三个 就是各位一定要中文想得很简单 英文才能够流利地说出来 可是各位很麻烦 因为我们在过去学校的教学 把各位头脑都变得非常的僵化 所以你的中文没有办法变 在我们教学的过程当中 我们很快的都可以把各位的中文表达成英文 所以帮助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很快的能够学习用这个英文 说这个英文 可是真正比较麻烦的是 要把各位的中文想简单一点 这是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困难 因为你是僵化的 为什么你不能够把一个字 想成简单一点来说呢 就像刚才说的 美轮美奂 这么难的中文字 怎么能变英文呢 就把它变成了漂亮的 不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吗 对方在听你讲英文的时候 只要你能够说得清楚 说得出来 你的英文就很好 请记得 没有人会在乎你用什么英文单字 只有在学校考试的时候 我才规定你 你一定要说出这个单字 否则的话 在真实的生活里面 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 最重要的是 把你的意思表达出来 让对方听得懂 对方就能够跟你做互动 你的英文就能够说出来了 各位朋友 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帮助大家 也祝福大家 都很快地能够把英文给说出来 达到我们学英文的 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把英文说出来 都很快地 得到我们学校 就能够说了 那一天 我们来说 都很快地 当我们学校 这都有参与了 在学校 是她的 学校 是你在学校 学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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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